傅嘉莉日前在社交平台撒問 指自己有一天在旺角花墟等朋友期間 遇上一名男士在公眾地方露械 當下被嚇呆的Kelly 事後非常自責沒有挺身而出 放過這名露體狂 那天Kelly為姐妹圖錄影的時候 說回這件事都說又有餘櫃 雖然我覺得做藝術都去過很多不同地方 見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原來當在一個公眾場所 我看到一些不雅的東西 都會有一種不知所措 原來始終女生看到也是很尷尬的 但又不太知道當刻應該要怎樣做 其實隔了全晚 那天我約了一個朋友 那些朋友都覺得 傳人好像心不在焉 原來我也有點困在裡面 情緒 聽完可能很多人拿來笑 但當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就會在想究竟要怎樣做 如果下一次這樣 嗯 當時是否也挺害怕 嚇到的 我不敢相信我真的看到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覺得好像是 然後再摸一摸再確定是 因為 而且很理性在想 為什麼會完全暴露了呢 我有想過可能她不小心 但是 對 就是這樣 就想如果真的有下一次的話 是 很多朋友就給我推薦了 例如我在網上分享 很多朋友就說 你希望旁邊有個朋友一起 尤其是如果有男性朋友在你身邊 你就可以有些行動 如果只有你自己一個女生 就不要做那麼多 我自己去解決這件事 了